開源食品 開源食品那時候評估了蠻多家的 大概有三四家四五家以上的一個樣品 最後選擇開源是因為它的口味比較不會跑掉 品質也是很穩定 服務也算做得最好啦 所以從一開始創業就跟開源到現在都沒有換過 我自己在喝我覺得開源這一支 就是煉職人這一支生乳 覺得味道跟我們的茶醉搭配 其實試了很多 那時候大家都做了很多飲料 然後做盲測 最後選到就是煉職人這一支 讓我們覺得很安心 是因為它有跟平科大的獸醫去做一些合作 那他們獸醫有到各個牧場去做一些 就是乳牛的環境的鑑定 那就是會讓飼養這個環境更優質 然後也能保證說這個乳原是好的乳原 然後品質有保證 這個點也是讓我們會持續的想要用這一支商品的原因 開源食品這個服務真的做得很好啦 因為像有時候我們假日或連假的時候 鮮奶的數量難以預估啦 然後有時候會鮮奶爆量 缺貨的時候 又日啊甚至連假都願意幫我們緊急的送貨 這個是讓我覺得就是會想要繼續跟他們合作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然後再來第二個我是希望開源食品可以更支持我們店家 因為其實像飲料市場是很競爭的 你如果一直沒有去推新的產品很容易都被埋沒掉在這個市場裡面 然後所以也希望開源食品可以持續的讓我們有新的產品可以適用 讓我們來做更多的研發 更出更多的新產品這樣子 如果大家找到這支店上去拿著又不好 我們會去解釋雜藝 我們要去解釋雜藝 我們要去解釋雜藝 我們 Ä 我們要提供一個人的感受 我們要在哪一隻新真理 我們要來一直想要我